你自己最厉害是踩多少kilo 由哪里踩到哪里呢 我都不是踩很多 我試過連續五天每天踩 120-130k 爬2000多米 連續五天 因為我要練一個 我原本想去南非比賽 我要適應那個強度 我就要每天都去爬 哇 很厲害了 剛才剛才說的 823k 好厲害 還有連續幾天 還有 想問我第一次參加比賽 竟然拿到這個 拿獎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可不可以說一些給大家聽 當時其實我完全是想著 拼命踩 拼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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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策略 完全是跟自己去搭輪 因為我是踩山地單車 山地單車和公路車不同 我沒有隊友 我只能保持自己那個 用子的體能 用自己的節奏去踩 所以一路踩一路踩 都是什麼都不能向前 一都不能向前 有幾多我就拿幾多出來 有幾多我就拿幾多出來 其實和追夢這一個都很遲 不要放棄 一定要繼續堅持 我們可以啟定我們的人生 講一下 為甚麼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是由你加入這個樂壇 又做演員 又做歌手 中間是不容易的 都有很多高低起動 起起跌跌的 有些什麼說話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樣去堅持自己的人生價值 怎樣啟定你自己的人生 其實放棄 我在我的Live 裡面 有很多放棄的關口 還有很多真的會放棄的 有很多原因出現過 但是在我自己的腦裡面 從來都沒有這個退路的 所以我不懂得說 因為我自己都遇到挫折 但是我覺得放棄不是一種方法 嗯 所有方法我都可以試 放棄我就不能夠 Very good 我們給你掌聲一下deep好嗎 講得非常好 畢野方法 放棄嘗試 放棄 絕對不是一個方法 然後大家不要放棄唱歌 我很想聽你唱歌 所以我給大家交給你了 好 現在不是有 你一聲 五號